而今年农历初二瑞瑟相赴园村发生一名三岁幼童跌入水郡逆弊的意外 而为了避免类似汉事发生 湘民代表李玉芬邀集了村长以及村民族人 会同农田水利署花莲管理处瑞瑟工作站道场会刊 提出了加强防护设施的建议 农水署花管处瑞瑟站长谷冠松对此表示 将会向上提报全力来进行改善 以维护居民以及儿童的安全 回到农历初二三岁幼童跌入水郡冲走逆弊意外的现场 地方村长部落副头目 在向代表林玉芬的召集下 会同农田水利署花莲管理处瑞瑟工作站长谷冠松 当场面对面沟通讨论 演绎防止意外重演的方式 因为瑞瑟相复原村新泉郡第三支县就贯穿社区聚落 根据村民及部落族人指出 光是发生幼童跌入郡沟利弊的意外就不止一次 因此也急切期盼农水鼠能够尽快想办法 避免汗事再度发生 据我访查我们部落这里 就是从以前开始到现在 最少有三个三岁的小孩 掉入这个水郡里面死亡 所以我们非常重视这个案子 尤其县长也亲自来看过 也特别交代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会看 那我们改善方式是说 能够整个保护起来 不会让孩子掉下去 就是做一些网子 隔渣网 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很安全 然后我们希望能够尽快随力会 得到随力会的协助 能够尽快争取到这笔经费 今年能够希望能够施作完毕 保护我们部落所有孩子大人的安全 针对今年过年发生的这一起意外 农水鼠花馆处热水站也相当遗憾 也在第一时间内会刊 而今天线刊 面对地方殷切的棋盘建议 农水鼠花馆处热水站长谷关松表示 将权力争取推动改善 维护居民及儿童的安全 所以说我们这次办了这次会刊 就是想接受附近住户的意见 看怎样 那刚才的决议就是说 把我们这一段大概200米的水空 加个菱形铁网的加盖 这样子 就是以后 那这个经费呢 我们再向农水鼠署申请 等到下来的时候 我们再施作 除了积极向上争取经费 设置相关的防护设施 农水鼠花馆处瑞士站也再度重申呼吁 流津社区聚落的水浚沟设施 主要仍是以灌溉农耕之用 社区居民聚落族人使用清洁 饮用浇花时 还是希望能够注意幼童及自身的安全 才能够有效避免意外汉事再度发生 记者是预兰瑞瑞瑞采访报道 是预兰瑞瑞瑞 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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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水